有美動人的琴聲 以漫漫演奏演出 對人世間無常的叹息 也為秋季揭開序幕 這位小提琴家 他是小提琴之神 海菲茲的閉門弟子 率領瑞士蘇黎士的弦樂團 來台舉辦無常演出 第一站選在屏東 記者會搶先聽 讓人意有未盡 團圓的組合 是來自於各國的學生 是因為蘇黎士蘇大學 本來就是一個蠻國際的學校 這場音樂之旅 不僅呈現精彩一流的演出 透過TVBS 興旺愛永續基金會 樂團演出收入 捐出四十萬 給愛無限系列活動 又用來幫助近期 民洋氣爆受難者 以及當地教會 推動的關懷弱勢計畫 我想這樣的樂會會 然後也把相關的收入 捐贈做我們這次 民洋的一個大火的善款 那我想屏東 真的是很多 被受很多人的關心與祝福 音樂家用音樂撫慰人心 也用行動傳遞愛跟關懷 獻撫製贈在地的特產 讓遠道而來的朋友 感受滿滿的人情味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